这只动物园里的黑猩猩 双眼恶狠狠地紧盯着跟前的饲养员 心想老子才不会听你这憋顺的话 让老子回牢房没门 即使面对他手中的电棍 也丝毫没有恐惧之状 反而毅力起身握紧拳头 与饲养员形成对峙之时 眼看黑猩猩面对饲养员的恐吓 也毫无退意 饲养员忍无可忍 挥舞起电棍就对黑猩猩招呼上了 黑猩猩也是被电的节节败退 正当饲养员洋洋得意之时 自己的一发攻击 却被黑猩猩轻松躲开了 他难以置信 继续上去进攻 二发三发 无疑命中 最后一下 黑猩猩竟稳稳地接住了饲养员的手 颤动着嘴角的每一块细胞 向着饲养员用力地喊出一声怒吼 这一下着实惊掉了众人的下巴 黑猩猩顺势抢过他手中的电棍 将他击昏在地 如王者姿态 向身边的同类们一次次地 发出如抵抗命运一般的吼叫 一只王者猩猩就此诞生 而他的名字换作凯撒 在五年前他还未出生之时 他的母亲就被人类给抓到了实验室之中 参与了一项猩猩药物的实验 这项研究可以使大脑产生出新的细胞 不断进行自我修复与复原 而他的功能可以用于治疗老年痴呆 被注射过这种药剂的母猩猩 可以二十步完成人类 需要十五步完成的汉诺塔游戏 并且在母猩猩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除了眼球上会出现绿色的斑点 正当这款药剂的发明人威尔 对着董事会滔滔不绝项目未来的前景时 那个母猩猩毫无预兆地闯进了会议现场 不停地对众人呲牙咧嘴 威尔还来不及阻止 保安就已经开枪 将母猩猩当场击毙 公司的CEO见此情景 立即下令停止了整个项目 命令威尔处理掉实验室中的所有大猩猩 威尔即使百般请求 也无法令CEO回心转移 可当威尔回到杂乱的实验室中时 发现了还在强宝之中的猩猩宝宝 原来刚才发疯的母猩猩 并不是药物导致的副作用 而是以为人类会伤害她的孩子 这才表现得如此异常 了解情况的威尔看着这嗷嗷待补的猩猩幼崽 不忍心把她丢掉一边不管 就带回了家中 老父亲看到这可爱十足的小猩猩 简直喜欢得不得了 当即就抱起她 给她起了莎士比亚著作中人物的名字凯撒 而在随后的三年里 父子俩与凯撒朝夕相处 将她视为家人一样看待 凯撒渐渐地也显示出了高等智慧的迹象 威尔也顺便就在家里 收集凯撒的各项实验数据 她不仅能在一年内就能学会手语 不到两岁就能完成八岁以上 人类小孩设计的模型游戏 这些都是之前作为实验品母亲 给凯撒遗传下来的 而且由于没有需要修复的受损脑细胞 兴奋不已 离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 但因为之前会议上的暴乱 导致这个项目久久无法开展人体实验 看着眼前年事已高 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的父亲 威尔感到痛心疾首 于是他孤注一掷 在实验室中 趁着假装填表的时候 偷偷拿走几瓶药剂 带回了家中 即使威尔知道这种药尚未经过人体测试 当下给父亲注射 无疑是一场豪赌 但看着凯撒这三年来的惊人表现 威尔还是选择一试 然而第二天一早 威尔从睡梦中被一段急促 且有旋律的钢琴声给吵醒 不出意料 那正是自己的父亲在尽情地弹奏乐章 这种熟悉的感觉又重新回来了 虽然不知道药物的效果能持续多久 但当下父亲的病真的痊愈了 威尔与父亲高兴地相拥在一起 就在此时 威尔他们被屋外一阵骚动给吸引了注意力 原来是凯撒看到邻居小孩在骑脚踏车 耐不住玩性 悄悄溜到了邻居家中 但被邻居家长给发现驱赶 差点就命丧棒球棍下 还好威尔等人及时赶到 凯撒也就索性擦破了点皮 来到兽医室中 凯撒看着用心给自己缝合的小护士 有意撮合他与威尔 频频用手语提示威尔约他出去 几人也就带着凯撒一同前往郊外的红树林去游玩 在凯撒伸手得到了威尔的允许下 他如同一只摆脱束缚的野兽 在丛林中尽情地游荡玩乐 转眼之间 五年过去了 凯撒从一只瘦小的幼猿成长为一个见状的大猩猩 威尔与护士也甜蜜地生活在一起 可这天如往常一样在丛林中活动的时候 凯撒看着别人用套绳牵着的猎犬 转身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项圈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是否也像狗一样 是人类的宠物 来到车上凯撒也拒绝坐在后车厢中 而是坐上后座 用手语向威尔询问自己到底从何而来 面对现处在叛逆期的凯撒 威尔也不再隐瞒 开到自己上班的地方 向凯撒说出了他的身世 包括他为何与其他星星如此不同 都是因为自己研制的药物导致的 显然对于早把自己当作威尔孩子的凯撒来说 这一切也难以接受 自己的高等智慧也并非天生由来 他开始对于自己的存在产生了一些质疑 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何物 而这么多年来 父亲对于药物的依赖逐渐产生了抗体 现在他的记忆也时常会出现混乱 这天甚至开着邻居的豪车前后乱撞 惹得邻居大发雷霆 用食指狠狠地戳着父亲的胸口 这一切被二楼的凯撒看着眼里 他怒不可遏 为了保护爷爷 立马从楼上飞奔下来 扑在了邻居身上 对他不停地拍打 直到咬断了那根食指 这才罢休 冷静下来的凯撒 如犯了错的小孩一般 畏缩在爷爷的怀里 而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 仿佛是在看一只凶猛危险的野兽 不得已 威尔只能按法院的要求 把凯撒送进了动物馆之所 凯撒也像离开亲人的孩子 不停地敲打玻璃 希望父亲能带他回家 威尔也向凯撒保证 自己会尽快叫他出去 可在管制所里 凯撒只能吃如水泥一样的食物 稍微惹饲养员不高兴 就要挨高压水枪射击 变成了落汤猴 凯撒孤独地在夜里蜷缩在地面上 因为过于思念家里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同类 当他推动手中的球 想要与其中一只玩耍时 这只凸毛猩猩似乎没有那么善意 看着眼前这只穿着衣服 人模人样的新住户 他扯烂衣服 对着凯撒不停地挑衅 甚至将他从高处击倒坠底 妥妥的校园霸凌了属于事 晚上在牢房中 暗自神伤的凯撒 听见了对面红毛大猩猩亲切地问候 原来他曾在马戏团中训练 靠手语来取悦人类 另一边饲养员趁着大猩猩沉睡 用麻醉枪将其击毙 准备卖到实验室中转外快 到了威尔来探监的那天 凯撒很是兴奋地紧握父亲的手 用手语问父亲 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 可等来的只是威尔失望的表情 现在威尔还不能把他带出去 但他保证一定尽快带凯撒出去 凯撒看着离去的父亲 栅栏外的手不停朝他的方向伸去 不断地抽气于怒火 试图挽他回来 然而等来的又只是冰冷与狭小的监牢 凯撒不愿意再指望这个气 自己于不顾的家 他用力擦掉墙上那虚假的窗户 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 凯撒看着天窗外的风景 他似乎心中开始有了计划 第一步顺手牵羊 他趁其中一个饲养员挑衅之时 拽过领子 从中偷偷顺走了一把小刀 趁着夜深人静 制作成了一个开锁工具 打开了牢房 要说人与动物的区别 就是人会使用道具 那么凯撒显然已经是到了进化的转折点了 第二步借刀杀人 凯撒救出了这座管制所中 最有势力的山地大猩猩 让他成为自己最坚强的靠山 让欺负过自己的秃毛猩猩俯首称臣 第三步收买猴心 给这里的猩猩分发饼干 重新洗牌这里的等级地位 让这些猩猩听从自己 只有所有猩猩团结起来了 他们才有获得自由的机会 第四步以一代劳 凯撒偷跑回家 趁着威尔正在熟睡 将放在冰箱中的药剂全部偷了出来 让里面所有的猩猩都充分吸收药剂 凯撒看着猩猩们眼球中泛出的绿光 他知道现在时机已经快要成熟 只待猩猩们接干而起的那一天 凯撒拒绝回牢房吸引饲养员过来 面对他的几轮攻击 都轻松躲过 直到那一声音哟 才正是打响了猩猩起义的第一枪 但凯撒并不伤人 或者说与他无冤无仇的 凯撒只将其关入了牢房之中 很快凯撒带着一众猩猩俯视这座城市 一番排兵布阵 继续实施接下来的计划 猩猩帮一众成员 闯进了威尔工作的大楼 解救出里面被当作实验品的同类 连同动物园中被关押的猩猩也一并放出 没过多久整座城市就遍布了一票大猩猩 政府也集结了警力前来对抗 但今时不同往日 凯撒所带领的猩猩们已经是全副武装 城市中的警察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凯撒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重回大自然去往红树林 政府再次整合了警力 增加了空中支援 试图对金门大桥上的猩猩们发动阻击 而凯撒透过迷雾 发现了前方的异样 于是下令兵分三路 分别从桥顶桥顶 绕过眼线溜过去 而凯撒则带着其余猩猩正面突围 他们集结力量推翻了巴士 当作盾牌抵挡警察们的第一波火力压制 凯撒则如骑士一般 跨着战马向警察们发起总攻 猩猩们一拥而上 靠着他们天生的灵活度与力量 很快就占了上风 但空中的第二波火力很快就压了过来 面对连续不停的射击 凯撒他们四处躲避 这时那个山地大猩猩不惧子弹 用自己的肉身挡住了攻击 冲到直升机上 将其坠毁在地 但他也英勇就一场刺猴肩 而凯撒则继续带着他的希望 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 这时威尔也开着警车跟了过来 向眼前的凯撒道歉 是自己不该不顾凯撒的死活 希望他能够跟自己回家 但凯撒看了一眼自己的族人 揽过威尔的头 浮载在他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 感到震惊的威尔也不再继续阻拦 选择了放手 就像孩子终将离开父母身边 拥有独立的生活 而凯撒也将带着自己的族群 开始属于他们的自由生活